現在已經有跟大家介紹過這種所謂的 直格動畫 叫FORN by FORN 也做過小藝人 那麼 現在的話 我們就是要來往下看 因為我們在FORN裡面做動畫有幾種方法 FORN by FORN是比較辛苦一點 當然他可以做的比較 就是說 用畫比較多的 好 那 另外呢 我們還常用到的叫移動補件動畫 還有 還有一種叫形狀補件動畫 那麼從 FORN by FORN以後 又有一種 段話的方式產生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那兩種 移動補件動畫 還有形狀補件動畫 被歸納為傳統補件動畫 就變傳統的 那所以 等於說你會多有幾個 那麼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還有什麼 像我們在這邊還有那種 導引線動畫也算是一種 導引線的動畫 然後還有後面我們還有一個叫做 移動補件動畫 移動補件動畫 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一些 比較特殊的 那 我們做長頭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移動補件動畫 這叫移動補件動畫呢 主要你要注意一下 這裡 你需要看這個呢 可以說是叫做 長復席 也就是說你在這 一段補件動畫的時候 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那麼 我們講過 這個補件動畫 什麼叫補件動畫 在服務區裡面稱為 推移 補件 也就是說我們的 關鍵格跟關鍵格之間的動畫 是由電腦自動幫我們產生的 所以就要把中間補起來 有沒有 把中間補起來 這叫補件動畫 這樣你了解了嗎 你看我們上次 就是 搜尋裡面 只能用關鍵格的地方才可以編集 有沒有印象 那所以說 這兩個呢 第一個 你讓兩個以上的關鍵格才會動 為什麼 一個搭檔是打不響的 哈哈哈哈 你讓兩個以上的關鍵格才行 兩個以上的才行 第二個 這個關鍵格裡面 如果你要做的是所謂的 移動補件動畫 那它一定要是群組 或者是原件 而且關鍵格裡面只能有一個 我們上次說 我們在做Facial動畫的時候 如果你不是當作背景來用 假設你要動畫 有一個原則 有沒有印象 一個圖層 一個物件 然後 一個圖層 只是一種動畫的類型 對不對 這樣的話 你以後才比較好找 好 那我們在這裏呢 還有一個 上次有看過的 文字 文字 它本身是 一打著之後 就外面有一個藍色的框框 有印象嗎 跟我們平常的那個形象不一樣 所以說如果你在Facial裡面 不管二點或三點都沒有關係 你在這邊用這邊的工具 只有一個跟人家不一樣 你看我們上次有沒有跟各位講過這個 好像沒有特別提到 你看我這樣建立好之後 我點到它 有沒有發現這樣是一坨的 而且你如果看一下屬性這邊 有沒有發現它叫形象 這個我們稱作形象 那形象呢 事實上我們在右手邊這些工具裡面 右手邊這些所謂的創作的工具 像這個單筆啦 好像一直下來 這邊主要都是創作工具嘛 就只有這些而已 你用這些 除了文字以外 其他都是形象 那你看 我如果用文字 點一下文字 我在這邊打 好我們點一下 OK打進去了 有沒有發現外面還有一個框框 那麼在這個時代呢 你這樣子 你還可以編輯 所以文字本身是一個群組 這樣了解嗎 那為什麼說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一下是 你如果在這種狀態之下 假設你不小心你只選這樣 有沒有 這樣它就被切開了 在Face裡面這個比較特別 我們一般物件的概念就是 反正你出來的就是一個物件 我們怎麼移動都沒關係嘛 點大就算選大 可是在Face裡面要特別注意 那第二個是 我們在用這個工具在創作的時候 它有分兩個 一個叫做什麼 請問這兩個 這裡有兩個 有沒有 一個叫做甜色 另外一個叫什麼 外框 或者有的三叫筆畫 筆畫的顏色 所以你看如果今天我在這裡加了這樣子 我換個顏色 好 那你看我來把它創作一下 拉出來 好這樣有看到那個線了對不對 一樣的情形 如果今天我只點裡面 有沒有發現框不會出來 你這件形狀的話 那個選取關鍵就好像刀子一樣 那麼今天如果我是點在這裡 這樣一拉 就拉出來了有沒有 不一樣的 所以你看如果你在這邊 假設你用橢圓形的 這樣 那麼我們在這裡 如果你用這個工具 你看這個黑色箭頭的工具 移過來 這樣就有點像Much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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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一個叫Much 好 好就像這樣子 它也可以被切割開 它也可以被切割開 第二個呢 如果你用的是這個工具 我們順便再提一下好了 請問這兩個工具有什麼不一樣 黑色的是把整個物件選起來 那麼 白色的是節點的編輯工具 它叫細部工具 事實上你看 我就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裡面很多節點爬出來 你就可以用這個白色工具去控制這個節點 那 第二個有沒有用一個貝茲曲線 沒有用一個貝茲曲線 貝茲曲線就是像這樣會有這個點 你現在看到這個點有沒有 你看平常點大的時候 還是只有算這樣子 點到它 對不對 可是你點到 點的上面的時候 它會有這個東西跑出來 它會有這個 敲敲板 有沒有 敲敲板 它會影響什麼 影響到前面跟後面的 這樣你了解嗎 這種叫貝茲曲線 貝茲曲線 貝茲曲線 那貝茲曲線呢 事實上在我們調整形狀 就是你創作的時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工具 很好的工具 你可以使用它 那用這個就可以去修改它 那如果你是用這個工具 它就比較什麼 比較敗藥的 有沒有 比較沒辦法那麼細膚 就滑過去變這樣子而已 就很單純變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要跟各位提到的 你如果在做所謂的移動補件動畫的時候呢 很抱歉 一定要是群組或圓件 所以我們剛剛那種形狀的 是不能做所謂的移動補件動畫 你了解了嗎 除非你把它變群組 它變什麼 它變成圓件財型 這個要稍微留 我先把那個原理先講過一次 你先看一下 等一下我們做完 再回來review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清楚這個觀念 好 再來就是 兩個關鍵你必須同一個 也就是同一個我們去做的 再來這個沒有問題 對不對 這我們剛剛有提過了 好 其能編輯關鍵的 所以一般一個不能編輯 那你如果變成移動補件動畫之後 它會用藍紫色的方式顯示 把藍紫色的方式顯示 那一般來講 我們用這個移動補件動畫 主要要做的哪些 其實當我們做動畫 大部分就是這幾個而已 你看 位置上的改變這個 從這裡 跑到這裡 另外呢 有沒有很多幫大家還要去的 有啊 我們用食物曲 做那個文字動畫的時候 不是可以做很多效果 是大家要去的啊 有沒有由大變小的 由小變大的 甚至就要跟透明度 半入半出那是透明度 嗯 那些都是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食物曲 只要你在裡面做動畫 全部都是原件 它沒有在跟你講什麼是形狀的 當然它會做形狀 可是它會自動幫你轉換成原件 那麼在Face裡面就是 這個要由你自己來決定 由你自己來決定 所以這個這樣大家了解吧 那同宿的要晚嗎 不用了嘛 對不對 我們就看後面這個就好了 開門的 開門的 那你剛剛看到開門關門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跟我們去那個電梯門一樣 有快有慢 它不是同一個速度去買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 是不是 比較 比較 開門 關門 關門 是不是要關的時候要慢一點 才不會夾到人 哈哈 那所以說 這個呢 它裡面你可以是設所謂的加速跟減速 那我們待會呢 就請各位來看一下 這個是在我們 Face3裡面 你點進來就 我們來看有沒有一個叫移動普遍動畫 打開之後 來 你們來看看這邊 我們這裡呢 有一個開場動畫 這個是做好的 這兩個是做好的 那有沒有看到一個原始檔 所以你把這個打開 把這個打開 我們一起來試看看 OK 那大家打開了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 你看 在這邊 你打開就 這裡有這個 然後原件庫你可以順便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裡面已經有放一些東西了 有沒有 好 那麼 我們先看看左手邊 各位 你平常要養成好習慣 你看 我們有沒有把它命名好 對不對 你如果當背景的話 你就可以 所以很多物件 比較同一個圖寸沒關係 但是如果 像有一些你要做動畫的 我們還是建議你把它 做命名好 那請問一下 Face怎麼幫圖寸命名 在上面怎麼樣 都這樣會了嗎 等兩下 大家都click 就好了 你就可以把它點進去 那我們現在呢 一般來說 因為只要做開門的動作 所以我們會建議各位 能識的 就把它怎麼樣 捨起來 鎖起來 你就不會不小心動到它 好 那我們左邊的門 右邊的門 一起來就好了 好 那麼現在呢 假設我大概這邊 到第四十個 我現在只有一個而已 那 我們這裡要做段畫 這要怎麼樣 這要插入關鍵格 F6 好 這裡也是 插入關鍵格 F6 那麼下面這些影格 是不是只要出現就好了 你就要把它延伸 所以你就不要用F6 而是什麼 F5 插入影格就好了 不用做段畫 只要出現就是插入影格 你看它就延伸了 那 你看到這個呢 這個符號呢 在F6裡面呢 代表的叫做 就是那個結束影格的位置 結束影格的位置 這樣了解嗎 好 那麼我們現在這段畫 你看呢 我現在先 左邊那個門 這個 你看我第一格在這裡 我在最後一格的時候 你要注意一下時間軸的位置 你要做段畫的時候 你要先把時間軸移到那個 關鍵格上 就移過去 好 現在點到它 你如果它平平的移動 你就按住Shift 它就會水平的移動 你這樣了解了 好 打開有判斷畫面的 好 那麼 這中間呢 你就可以達 你可以 所以 7月3日以後 你只要按右鍵 舊版本 7月3日之前 你可以來這邊設定 但是現在不行了 你按右鍵 你看 有沒有看到 有三種做段畫的方法 有 在上面這三種 那因為我們不是形象 所以這個板就不能按 對不對 那 新的呢 叫移動補肩 舊的 我們現在算舊的 這種方法叫傳統補肩動畫 你有沒有看到了 所以你就把它按下去 有沒有變成藍紫色的 對 應該講是紫色的 那你點到它之後呢 這裡 就會有一個桌上直的 有沒有開門的動作 不過呢 我有一個設定沒有拿掉 你有沒有發現它 速度上有變 對不對 正常要講 預測最大大都是等速度的 以前國家有沒有 比如說等速度加速度減速度 一點都不想再回想它 對不對 那 這個呢 你可以看到 你看我們右手邊 來 你看呢 待會兒做完動畫之後 你看下你們的右手邊 有那個補肩動畫的 對不對 好 補肩動畫的 那這裡又有加減數 你可以從這邊來按一下就可以看到 這裡 剛我看到了 等一下我會把它傳送回去 所以 預測是這樣子 預測是這樣子 所以 實際上我們一般 的時候是等速度 像這樣等速度的 這樣會不會吧 所以你右手邊這個 記得 時間軸的位置很重要 好 我點到這裡之後 我右手邊再做一次 一樣 往右邊 拉出來 好 拉出來之後呢 在這個 關鍵的對不對 在這個圖層 按右邊 去建立長門補肩動畫 好 建台之後 如果你要 這個我就把它傳送一下 好 現在呢 你要看結果 就來這邊 測試影片 有沒有門需要打開 是等速度的 它不會忽快忽慢 對不對 好 那我就把它們還給各位 給各位試試看看